CBA新赛季开局五连百,被控主帅定位正,处于各种舆论的风头浪尖,各种下课传闻,更是属于静而风不绝,并据刚刚获悉的消息。 北京农商银行南兰俱乐部,目前已正式队外宣称,主帅定位因身体不适,将学习连续三楼课场比赛,看来,定位下课已进入倒计时。 昨晚,被控南兰克场对阵辽宁队,主帅定位并没随队前往,但为执教本场比赛的是助教张德贵,被控队最终以112-139输掉了比赛,遭遇开赛五连百。 作为北控队主帅,定位上赛季加盟北控,在拥有马布里、阿巴斯和兰多风三万元情况下,最终无缘季后赛,其执教能力受到局营。 本赛季,球队喊出了机身季后赛的目标,但由于北控队重工亲手,球队开赛五连百,定位帅位就此遥遥欲倦,下课,似乎已不够避免,谁会成为北控队的亲主帅? 目前看来,之前在山东队下课的凯三,有可能成为竞选者。 却欧洲媒体Sporting都报道,北控南篮主教练丁美,即将交出率编,而新的主帅人选,既有可能是从山东下课的亚历山大凯撒。 然而,凯撒入主北控并不为业界所看好,凯撒2015年接手山东南篮以来,并没有在带队成绩上有实质性突破。 而凯撒固执的用人方式,依赖个人单打独斗的打法,以及打压球员的做法,一直广受外界诟病。 许多人认为,凯撒对于北控并不比丁伟强多少,除了凯撒,房间对一人单单主帅的呼声较高。 这个人就是马布里,而实际上马布里的确是不错人选。 他个人曾多次表达,愿意指教一支CBA球队的想法,由于他的上赛季曾效力北控一年,因此对这支球队的整体状况,和技战术特点非常熟悉。 此外,作为NBA全明星级别的马布里,在NBA接受过各种先进的技战术理念,对中国国情和CBA联赛,更是两如职场。 同时,马布里在京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气,一旦他担任北控主帅,可以迅速带动起北控的求是,因此,许多邱尼主张让他试试,定位是否能平安度过眼前的下课危机。 而一旦他帅位不保,谁又会成为先一任北控主帅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